近年来由于我国各地区的房屋价格是一直居高不下 那很多低收入家庭还有年轻人啊都买不起房子 同时间市面上又有很多新建好的房屋都出现空置 或者是无人问津的情况 那对此在刚刚宣布的这个2019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呢 西门政府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房地产众筹方案 放眼协助低收入群体还有首购族呢 一元拥有房屋的梦想 而透过这项计划购物者呢 他们只需要支付房价的20% 那至于剩下80%的余额呢 则交由这个投资房产的投资者先行支付 但是住满了五年之后呢 购物者还是必须要偿还由投资者预先垫付的这个80%的款项 那今天首相马哈迪呢就为这项计划进行了推介里 首相马哈迪一经早协同各部长在雪州志卯越 为一家房屋发展商推介的FundMyHome可负担房屋计划主持推介里 他笑后表示 参与这项计划的购物者只需要支付20%的房价 因此凭着借贷数额小 降银行借贷也相对容易 只不过银行还是需要针对买家的经济能力来进行审核 以降低银行借贷所承担的风险 另外为了不混小购物者与投资者在房地产众筹平台扮演的角色 敦马也很有耐心的为在场的出席者讲解两者之间的差别 活动结束之后 敦马也在巡视示范屋期间双手环抱地坐在椅子上 调皮地露出舒服的模样 让记者拍下这可爱的一幕